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薛盛 我们走 记住 你应该感谢你有个好女儿 走 悠悦 我们也走了 月儿 月儿 为什么 为什么你竟然会狠心到去请杀手 那不是我 你招来的杀手 差点把我给杀死 你知不知道 于静秋 他为了救我 甘愿犯行 可是你呢 你却差点把他给杀了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 谁让我 养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女儿 要不是 要不是 你抓不住东坡雪英 我没必要这么做 好 那么从今往后 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好了 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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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您来了 我现在只有你这唯一一个朋友 让我们一起为我们 独一无二的友谊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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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月 喝一晚上焖酒了 一口东西没吃吧 你现在胃里空空的 对你伤口也不好 我去隔壁小摊给你买的饼 快吃一口吧 我咬你 你也不吭声 真没气 你知不知道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一旦不高兴 我就喜欢咬人 可是那时候 周围人都说 说我心子太严了 没有半点女孩子的样子 可是我爹 唯独我爹 他从来都不会骂我 我也要他 他 他也从来都不会吭声 我爹说 我就是天上的明月 我就是天上的明月 就应该无拘无束 他还说 就算我把天捅一个大窟窿 他也会去找女娲娘娘 给我全部补坏 给我全部补坏 可是你看 你看 原来现在不在了 我爹也不见了 你 女娲娘娘 我爹了 你见着我爹了没 我爹丢了 尤月 尤月 我爹丢了 你听我说 你只看见西边的月亮 要掉下去了 但是你看另一边啊 东边的太阳 马上就要升起来了 酒呢 好了 尤月 不喝了 尤月 没酒 尤月 太阳的光芒呢 会更耀眼 更温暖 更能守护你 你放心 我以后 会像太阳一样守护你了 太阳的光芒呢 会更耀眼 好 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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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睡了一天了 没吃饭吧 过来一块吃点 好不好 嗯 好 走了 走了 你坐这儿 这是你最爱吃的包子 快吃吧 金秋 对不起 我爹他 吃饭怎么多做 不吃我吃了 谁说我不吃了 这是金秋给我的包子 这是我给尤月的包子 你拿去干嘛 快还给他 好了 好了 我再去拿几个包子吧 你吃几个 五个 你多吃点 吃饭吃饭吃饭 来 吃个这个 用手 加了昏睡树的美味 保证今晚所有人都睡得死死的 荣二 我 你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青石 我这是在准备给大家露一手 做饭不能穿得太精致 这样弄脏了衣服也不会心疼 怎么不心疼呢 我心疼 你到雪英岭来 便是雪英岭的客人 哪有让你做饭的道理啊 在雪英岭打扰了这么久 我也很不好意思 所以才亲自下厨来感谢大家 你啊 就是太善良了 总是为别人着想 我先就给大家上菜了 你听我说 上菜的事情呢自然有人做 你就给我乖乖地去换衣服 我可不准你穿成这样去吃饭 那这里怎么样 这儿交给我 放心 你放心吧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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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交给我 去吧去吧去吧 没事 去吧去吧 没事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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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天哪 金融已经够累了 我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了 不就是做饭了 那么高深的法术我都能学会 做饭这种小事 能给小菜一碟吧 我的雷火 难道还烧不熟菜呢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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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多礼 各位 肉做吧 来 肉儿 这 今日的晚餐 格外地有特色啊 那是当然了 今天的菜 可是咱们金融 亲自想出座的 在学英领处了这么久 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 我也没有什么能给大家的 只有这厨艺还行 就用这桌饭菜表达协议吧 宗叔 董三叔 大家一定要好好尝尝 金融做的菜 可是世间顶级妹妹 吃吧 吃吧 兄弟们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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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 是昏睡书热菜 产生的变化 我怎么有种 被雷劈的感觉啊 不会吧 董三叔 可能是因为菜太好了 来 您再尝尝这个 来来来 尝尝尝尝尝 你来 这个好吃 这不是我做的菜 那 那是谁啊 那是谁做的 对不起 荣花 是我之前不小心给打翻了 没关系 那你还特地做了一桌的菜来补偿 也心了 我很感动 其实你做的呀 怪不得像雷劈呢 团三叔啊 各位稍等 我再去做一个汤 很快就回来了 好好好 好好好 好吧 有那么夸张吗 喝 不醉不贵 真好喝啊 是真好喝 太好喝了 好喝 我准备喝过这么好喝的汤了 好喝就多喝点 我准备了很多 咱们雪莺里的美味将士 都有饭 宋师 怎么样 好喝吗 好好 我再来一碗 还有吗 有有 好喝 你 吗 都办妥了 没问题 跟我来 这就是东伯利的坟种 没错 就是这儿 你们所有人守在外面 等我消息才进来 记住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接近这里 是 是 怎么疼这么疼 还有点晕 难道是我晚上吃错东西了吗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奇怪 跑了这么远 怎么一个手背都没有见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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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啊 这是青石啊 驾 驾 驾 一个小小的法师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武器 季戎 不能暴露我們的目的 用某塵局 拖住他 是 不管你們是誰 我絕不能讓你們 驚擾到父親 絕 秦始 秦始 爽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爹 爹 爹 青石 青石 你这是怎么了 蓉儿 昨晚这里有恶魔 好多恶魔 我亲眼看到他们就在我爹的粉种前 然后我就雷电法术 我把他们全杀了 可是现在怎么什么都没有了 青石 昨晚没有雷电 也没有恶魔 这一切都是你的梦罢了 怎么会呢 感觉很真实 我昨天晚上很担心啊 就想过来看看你 没想到你在做噩梦 嘴里一直喊着父亲 我想把你叫醒却怎么都叫不醒 我想找人来帮忙 你却一直抓着我的手不放 我就一直陪着你 真的吗 这一切都只是梦 怎么会这样呢 这是昨天晚上你抓的 你忘了 对不起 蓉儿 对不起 我 我没事 你说你这一大早 就光这脚来到这后山 万一要是被佟三叔知道了 又要怪罪我了 怎么会 怎么会做这种 来 走 先把鞋穿上吧 我帮你抓 我 我自己来 新的神魔戟还要离开 黑甲战士却全军覆没 茂兰 你请说黑甲能力不行 黑甲战士是我一手操纵 那你的意思是我能力不行啊 主人歇诺 只是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东伯卿是一个小小的法师 竟以一己之力打败了黑甲战士 却有技巧 黑甲战士乃是打通神魔锦的关键所在 如果他们的能力不行 必会影响主人的付出打击 还请主人散思 嗯 好了 老来说的没错 修复我的真身 已经扣古幻 黑甲战士的能力 需要更强才行 是属下实质 只是 魔化过程确实需要些时间 短时间内恐怕 主人 我有一个办法 哦 说来听听 我们魔化普通的黑甲战士 需要大量的时间 而且魔化后的能力也普通 那为何我们不找些能力出众 本身就具有一定实力的 进行魔化 岂不是事满功倍 笑话 能力出众者 又岂是那么好找的 眼下不就正有一个好机会吗 超凡失恋即将开始 前来参加的年轻人都实力不索 如果我们控制一个超凡 并加以利用 必能有所收获 主人明见 超凡失恋云集各路超凡 失恋结界重处 况且 结界掌握在石秋白手中 唐龙贸然出手 恐怕会惊动下足超凡 还请主人三思 大祭司 你未免也太谨慎了吧 没想到小小一个石秋白 请让你怕成这个样子 你说什么 大祭司 黑甲战士是我 付出计划的关键棋子 你不必要抓起魔化 越多越好 是 至于抓到新晋朝凡 傲兰 你又把握对付石秋白 也是时候 让石秋白做出选择 好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吧 收下明白 你们要记住 现在付出大计才是最主要的 有功者必杀 有错者必有罚 是 是 小夕 是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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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夕还活着 这是她的内探 不错 这就是不小夕的内探 所以你现在能跟我好好说话吗 你这个卑鄙小人 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圣陀螺花 是我们魔戒至宝 靠西石内丹为生 也能滋养你的 若不是她 你的小夕早就魂飞魄散了 据说这圣陀螺花一日便可想内丹灵力吸干一遍 再将宿主修复 周而复始 死去活来 只有用我魔族奥义 才能解开尽致 或许还能让你见她最后一遍 怎么样 这个条件还不错吧 奥兰 你到底要怎么样 都知道 长风骑士能力非凡 当初成为超凡的时候 可是龙山大陆 最年轻的一个 所以 我要你帮助我们魔神会 修相 我和我族 使不量力 绝修本 话不要说得太早 我们终会再见 绝修 绝修 娘 等我 我很快就能成为超凡的 绝修 你刚刚那招也太厉害了 可以教教我们吗 优越 静修的招呢你是学不会的 不如这样吧 我教你 教你点实用呢 我要的是可以参加超凡生死战的招数 你那件三脚魔功夫 能有什么用 你要参加超凡生死战啊 你知不知道超凡试炼为什么被称为超凡生死战 虽然没有飞生祭死那么残酷啊 但是其实也好不到哪去 据说每一个要成为超凡的人都要去到哪里 突破自己的极限 经历生死考验的 那你来尝封学院的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突破自己 挑战从前自己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吗 静修 我知道 虽然我不如你 但是我也不想跟你差得太远 你可以教教我吗 当然了 提高精神力的法门 我一会就教你 好 好 那我也参加 我也去参加超凡试炼 怎么哪都有你啊 哎呀 你都能去 我当然更能去了 是不是 金氏 他怎么会在这儿 啊 龙儿 你怎么在这儿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扶你起来啊 Olaf 我本来想来山上抓兔子 没想到看到你这么大一只兔子 荣儿 你想要兔子 那还不简单啊 我就把你抓一只 抓两只 三只 四只 五只 对了 秦师 你怎么会在这儿 昨晚我的梦魇实在是太真实了 所以我一直都不放心 就想再来这里看一看 看来 必须想办法支开秦师才行 荣儿 荣儿 什么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我哥哥来信了 他说 他要去参加超凡试炼 而且童三叔也答应 要带我去以水城去观战 这么一来 我就可以给我哥哥加油了 你就只去加油啊 我还以为你也去参加超凡考试呢 怎么可能啊 荣儿 以我的实力 根本就打不过那些人呢 谁说的 在我心里 除了你哥 就是你最厉害了 真的吗 荣儿 我有这么厉害 当然了 我觉得 你的实力不比你哥哥差 荣儿 可是我 我真的做不到的 什么可视不可视的 就算你成为不了超凡也没关系 你就把这次当作是一次锻炼的机会 好好提升实力 帮助你哥哥救出母亲 对啊 我要帮我哥 救我娘 我就知道庆时是最棒的 走吧 我们一起去抓兔子 走 来 我们一起去抓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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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一起去抓兔子 穿时是最后 万一 看见火 你想怎么样 我要你给我我想要的东西 你这是想要我背叛正义 背叛朋友 元老汇那些长老们 有什么资格代表正义啊 你还是没有想透 迟秋白 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们这些 所谓的正道修行者 真的很有意思 而且还很单纯 在我的眼里 无论是魔族 人族 还是兽族 又或者是六大超凡组织 都不过是 利益披上了不同的皮囊罢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魔族 整天只会打打杀杀 眼中根本没有是非黑白 只会杀人作乱啊 我告诉你 我比你们所有人想得更明白 你和我一样 都是上位者的工具罢了 那既然是工具 要有什么背叛可言呢 别废话了 小夕的内单 用什么可以换 我要你在超凡生死战那天 打开试炼结界 你想做什么 你不必这么紧张 我不过是想让超凡生死战 更精彩一些吧 你们想抓心机超凡 学秋白 我劝你不要想到 你知道的越多 负罪感就越重 你只需要简简单单做一个 领路上 把我们给带进去 剩下的事情不需要你沾手 就算到时候事发 你也只不过是有一点小小的疏漏 依然是那个洁身自号的长风骑士 这样不好吗 你和你的那些长老 只会推卸责任 然后用道德仁义自询 不然的话 不小心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这么简单的事情 就能换回小夕的那单 这桩买卖 你绝对不会吃亏的 或许这不是为一个 踏入薄俗内部的机会 那你能保证 不伤害任何人吗 当然 当然 张三叔 你从来没有想到 一水成监又质不够人啊 我还一选择一半的人都来了 你已经超烦 他不是随时都能见得到吗 对 何况还是这么多超烦 哇 你看 确实 这叫什么超烦 对 有点别得成为超烦啊 我也要成为超烦 超烦 唐三叔 你 谁呀你 我是崔庸 长风学院大弟子 长风学院大弟子 饶命 饶命 这个人就是哥哥的师兄啊 果然厉害 大家同是修炼者 我希望你平时 可以把时间用在修炼上 不要整天打打杀杀 争强好胜 是是是 我以后改 改 我不会难为你的 只不过今天 被你打伤的人怎么办 我 我赔啊 我赔 我全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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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用师兄 在下长风学院司徒虎 在学院期间 就经常听师长提醒 今日出行 又见到师兄行侠障礼 心中感到五体投地 能否请您喝杯茶 是 刚好我在修行上 有很多不明了的东西 可否向师兄请教 好说 请 童三叔 我们也去吃点东西吧 嗯 我肚子也饿了 太好了 走走走走走 走 青史几行名姓 北蒙无数荒丘 走 童三叔 今天咱们就说一说 这超凡生死战 千百年来 想要成为超凡 那可是比登天还难的事儿 必须是百年一遇的 特意修炼者 才能在特殊的环境和机遇 依靠运气来突破境界 但是 总有人能改变历史创造奇迹 古梦玄虚 古梦玄虚 普通人看待超凡失恋 总是难免带着各种光环 但殊不知 修行这条路 布满了经济与坎坎 可不是吗 这么些年 有几个人 能经过超凡生死战的 往年我不敢说 但今年 必定有一人 好 那便是 崔师兄你 你也跟着瞎胡闹 这怎么能是瞎胡闹呢 论修为 斗其人品 师兄 可都是 万里挑一 你也太过谦虚了 你虽说 刚入长风学院 但你也是青年才俊 超凡生死战 凡是修炼者 皆可报名 你不妨也去试试 师兄说笑了 师弟天资平庸 就算参加超凡世恋 不过是凑凑人数 长长经验而已 要说真正的实战经验 那还得看师兄你 这么些年 跟着师父 抓过几次磨刃 经验倒是累积了不少 你看 我这不是 专门来请教师兄 如何能在超凡世恋中 能多坚持一会儿 好说 简单的说 谁能经过超凡生死战的考验 谁就能成为 新一代的超凡 好 有点 先生 您说了那么多 能不能和我们说说 今天谁能够通过失恋 成为超凡者呢 沐番花里子坛 能参加试炼的 那都是非同凡响啊 在我看来 大弟子崔庸最有可能 他可是长风骑士的左右手 肯定学了不少秘书 要不然 怎么能成为长风学院龙虎榜的榜首呢 是啊 对 对 我看好雪莹 东博雪莹 东博雪莹 就是那个最年轻的超凡失恋者 对对对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这你就不懂 年轻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修行时间太短 修行时间太短 感悟也就太少 和那些修行时间长的比起来 经验 境界等等 各个方面 东博雪莹都差得太远了 谁说的 我个 是 东博雪莹 她能从黑风崖底下 活着回来 就已经足以证明她的实力强劲 她一定可以成为超凡的 黑风崖之战 也许只是机缘巧合呢 她真正能拿得出手的战技 除了向唐云 还有什么 和崔庸比起来 那差得太远了 我不许你这么说她 就是 我告诉你们 不要小求东博雪莹 我们走着瞧吧 上 上 诸位 诸位 少恩勿躁 少恩勿躁 老朽 接着说 这个东博雪莹 人气还挺旺啊 真是英雄出少女 师兄有所不知 东博雪莹 特别好搞表面功夫 我不止一次看到 院长单独指点她功夫 单独交受雪莹 千真万全 想必东博雪莹 最近斗气提升得这么快 跟这事 脱不了干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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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懒如君子一世寒窗 昔日言欢少年儿郎 前尘一枝流光 云河念念不忘 一盘起一壶酒一生茶 煮酒轮茶眉目数浪 云深不知问心可放 梦里煮酒轮茶 千山外不见故乡 旧城里成年世界长望 望将月光点亮烛光 不焉锋芒 谈人间不忘 俗世偏爱称职无强 切心从容 盼古人无恙 今一种表摸你的目光 暮旋旋律腐朽罗曼霜 风过初山和安康 愿与君共赏 望将清光淌清时光 不予相忘 天涯也无妨 天涯也无妨 素人偏爱盼望 寒长渐行渐远 悲酒天是寒 今一丑描摸你的目光 暮旋旋律腐朽罗曼霜 风过初山和安康 愿与君此心通往 未经许可,不得不得了 相反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